Android 13 在2022 年 8 月 15 日发布 例如今天是 10 月 4 日 我们已经发布了一个多月 今年比较早一点 因为以往每个Android 大约 9 月或 10 月才有 而今年 8 月中就已经有了 看看 logo 如何 先试一下 Android 13 圆形全都在角 都不知哪个形, 我都不懂分 总之圆形有角 里面就写了 13 13 就好像没那么粗体 不过我都喜欢 Android 11 彩蛋 Android 11 彩蛋是一个圆形 这里隔壁写着 11 就好像立体一点 就不像死死板板, 每年都只写个数字没什么特色 不过 Samsung 就不是立即和 Android 那天有的 因为 Android 是 Google 的系统 一个 Google 的作业系统 应该是这样说 Google 都有出 Pixel 手机 8 月 15 日是给一些最贵的 Google Pixel 手机用的 而 Samsung 机大约在 2 至 3 个月后就会陆续有的 Samsung 用 Android 加 One UI 而小米 就比较久了 我都真的想谈一下它 小米 起码要在 2023 年初 才会有 Android 13 即 Mini 14 即 MIUI 14 啦 如果你不知什么叫 Mini 的话 MIUI 14 现在 Android 12 就跟 MIUI 13 的嘛 Android 11 跟 MIUI 12 和 12.5 的 每年呢 小米一定是最迟的 你要记住 我们就排队啦 应该啦 如果这样说的 照一句我们说话来说 Google 的 Pixel 手机最早 跟着 Samsung 最后小米 其实呢 8 月 15 日呢 个个都是用 Google 的 Pixel 的介面 即有些 Setting 很多各样东西 它们没有自己再设计过 唯一只有 Samsung 和小米 才自己再设计过 其余的你见手机的设定 都是那个版面的 但一定说连接啦 Wi-Fi 什么 落到很多东西 基本上图示和大部分东西都差不多啦 因为呢 他们那些牌子都没有能力设计的 好了 Android 的发布日期呢 以下就有一堆啦 首先我们要留意回 第一次Android 1.0 的发布日期是 2008 年的 9 月 23 号 Android 1.1 就 2009 年 2 月 9 号 咦 初初是不规则的 你看见日期啦 9 月 2 月 4 月 9 月 10 月 5 月 12 月 2 月 10 月 7 月 直到 Android 4.4 还是不规则的 别说 其实直到 Android 4.4 或以下 才开始有个规律 我们前面有点不好看啦 因为太过不规则 一时有年中 一时年头 一时年尾 我们从 Android 5.0 开始看啦 2014 年 11 月 12 号 而 Android 6.0 就 2015 年 10 月 5 号 你见一年比一年早啦开始 Android 7.0 就更加早啦 2016 年 8 月 22 号 而 Android 8.0 就 2017 年 8 月 21 号 好像楼梯式那样落 11 19 8 Android 9 就最早最早 看来落到一个 最底层啦 是 2018 年 8 月 6 号啦 Android 10 呢 开始你走楼梯 一直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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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Android 9 那层就是最底啦 然后10 又上回去楼梯啦 2019 年 9 月 3 号啦 当然迟了少少啦 Android 10 以后再上5天啦 2020 年 9 月 8 号 Android 12 呢 咦 更加再上一级 2021 年 10 月 4 号 哇 今次 差不多年尾 都完啦 看来我们是 由 Android 5 5 6 7 8 9 这里就落的 10 11 12 这里就升的 接着 12 和 13 之间又落啦 今年 13 打别组啦 好像 Android 7 和 Android 6 那些时期 不是 Android 7 和 Android 8 这些时期 Android 6 我就说错了 10 月 即是 去 Android 7 和 Android 8 那个时期 8 月份就又有啦 哇 不知多好 即是呢 视乎呢 它什么时候会出呢 可以年中有得 年底有得 不过年头就不要记 不要记 真是 很少发生的 为什么会年中年底都有个机会呢 视乎那个 Android 引入不多功能 还是少功能 看看它多不多新功能入来 还是看看它的测试进步几万几快 还是又要看下 它什么时候开始才发布了第一个开发者预览版 要看看它这么多方面的 例如Android 13 第一个预览版本 已经 首个开发者预览版本在2022年2月10号啦 今年呢 就早了少少的老实讲 正常都2月中的 今年呢 续是 2月 头啦 就算你可能说2月中都可以的 但是2月中都是大一日而已 去年Android 12的 是2月18号的 2021年 所以 它早一点的 早18 早8日 突然 差那么远了世界 正式版本就8月15 这样的有介面 今年Android 13 我都没有预计到那么快 想着它成10月 好了 那有些限制的 好了 接着我们呢 就会谈到升级了 升级也有限制的 看看你预先Android版本 而呢 是不会理价钱 第一我们不会考虑价钱 第二 我们呢 是不会考虑它什么性能 第三 不会考虑它有多少Gig 第四 那些RAM 第四呢 就不会考虑它有多少Gig的 那些内置储存 我们这四样东西都不会考虑 考虑它原始Android版本 看下你部机 一买回来出厂的时候 配置了Android 例如你出厂如果配置了Android Oreo 即是8 假如 那你最多升到10 我都 估计你 估计不到你可以升到11 即 我估计你升不到11 如果你原厂出厂的是 Android 7.0 那个Nougat 那 真是 升到9都行 但现在这些就做得好的 可以给你升三代 大约 嗯 今天是这样 下条片再见 拜拜